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是当着现实的面亲吻对方的行为 有人能接受吗 我们都知道娱乐圈是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这里的情爱纠葛可谓是剪不断 理还乱 八卦谈生的谢贤多年来为大家贡献了许多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今天我们就要来讲一讲他与前妻迪波拉之间的两三事 在婚之后的迪波拉对待谢贤究竟是怎样的态度 她的现任丈夫又是做个感想呢 近视媒体报道 许久未见的迪波拉与丈夫江耀成一起与谢贤聚会 三个人的组合也是非常奇怪 毕竟有句话说的好 分手都不会太体面 尤其是有了两个孩子还要走向分手 可见两人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解的 不过如今多年过去 他们的关系似乎好了不少 都能带着现任跟前夫一起聚会了 在聚会中 迪波拉打扮得很粉嫩 还戴着粉色的发卡 一看就是一个时髦爱美的老太太 几神相谈甚欢 江耀成也跟谢贤很熟悉地聊天 在临走的时候 迪波拉不仅抱了抱谢贤 还亲吻对方的脸颊 当着现任的面 对前任如此亲密 不免让人感到震惊 即使离婚之后 迪波拉也有好几年的时间 没有跟谢贤联系了 但是随着年纪逐渐上涨 她似乎很珍惜两神的相聚时光 每次见面都格外的亲切 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么亲密了 这大概也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情感之一 迪波拉本名李敏仪 然而这个名字却并非是亲生父母所起 1951年 在那个重男轻女 较为普遍的环境下 上海一户普通神江的门口 见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婴 这对心地善良的夫妇 为她取名为李敏仪 然而随着养母的亲生孩子出生 她在家中的地位 也因此沿落千丈 近身篱下的小女孩非常渴望快点长大 希望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离开这个让她忍气吞声的家 直到她跟随养父母来到香港定居 登红酒绿的十里洋场 让小女孩大开眼界 她突然意识到多才多艺 是立身之本 全小伟大的她 也因此有了很多想法 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出落成了一个亭亭玉丽的美少女 立体的五官 一度让街放凝聚 议论纷纷 神们觉得她像一个混血儿 也有人说她这样的小美人婢子将来一定会参加港姐竞选的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让父母也有心培养她 将她送到香港的英文书院学习 还把她送到了购物团学本市 学校放假时 她也经常跟随团力到处演出 1973年 她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 成为了第一代港姐冠军 由于英文名字和迪波拉很相近 后来这个名字就成为了她的艺名 定制港姐的光环 向她抛出橄榄枝的影视公司非常多 但她并没有盲目地涉足其中 而是进入了力敌电视台 一边做主持人 一边精挑细选可拍的剧本 能说会到妙语莲珠的主持风格 让她收获了大批粉丝的喜爱 做了一年的主持人之后 她被佳和签约指挥下效力 拍摄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电影《大千事件》 并在这部戏中扮演风情万种的风尘女子 艳星的舒熟也由此而至 1977年 她出演了《金玉良缘红楼梦》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由李汉祥指导的电影 原本是想让她主演薛宝钗 没想到她主动提出想扮演子娟 于是李导还特意给她加了不少的戏份 由此可见 影视娟对她的偏爱 影片上映之后 林青霞的反串表演获得了一致好评 李波拉也被称为是最美的子娟 凭借在业内获得的好口碑 她又接到了文华导演的邀约 在电影《香港爱曼妞》中 她扮演一位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的归国留学生 戏中有大量的大尺度裸露表演 再加上她妩媚聊神的风情 以及紧凑有趣的剧情 这部戏不仅让她声名远播 还吸引了赌王和洪生的注意 当年追求迪波拉有多难 谢贤曾在某档综艺节目中分享追其经历道 当年为了追求她 我只好厚着脸皮 我问她 今天有空一起吃饭吗 她说没有 我就继续约她 明天没有空 那么后天呢 大后天呢 直到她答应 之后一见如故 接连十天我们都在一起了 据迪波拉本身回忆 当时反对他们在一起的亲友真的好多 因为谢贤是素兰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在外 她的前女友每一个都很有名 丽淑和嘉玲 小芳芳 珍珍等人 曾经有网友很好奇 她当年为什么能够斩获这些女神级别的大美人 找出其年轻的照片才恍然大悟 原来她那时候的颜值那么高 1979年 李波拉身穿价值200万的高定婚纱 头戴欧式宫廷网冠 如同一个洋娃娃一般 嫁给了大她15岁的谢贤 谢贤看向她的目光 如同凝质一般 眼中尽是宠爱 婚后 两人数交四期 相继生下了谢霆锋和谢霆锭一双儿女 谢贤甚至戒掉了榴莲花丛的习惯 即使有美女主动想搭她的顺风车 都会被她拒绝 这种婚前浪子 婚后24相老公的作风 让业内人士嘖嘖撑起 然而借掉桃瓜虽易 借掉打牌却难 她最终因为债台高筑 欠下了上千万赌债 李波拉万般无奈之下 只好盛装打扮 连夜敲响赌王和洪生家的大门 因为拜访的次数太多了 好几次被媒体拍档 甚至有段时间 坊间还传出谢霆锋 是和洪生的亲生儿子 这种匪夷所思的言论 不过迪波拉帮助谢贤 还赌债这件事却讲不了 甚至还拉上儿子 一起替付还债 迪波拉原本就有意培养 向谢霆锋涉足影视圈 而谢霆锋本人也很喜欢搞文艺 年近15岁就写出了原唱歌曲 《估计错误》 谢贤对于迪波拉的性格就如同这首歌一样 《估计错误》 迪波拉为了她夜防赌王这件事 本身就让她感到很难堪 再加上为了还赌债 还上亲生儿子赐奖身价 跟英皇娱乐的杨老板 签了长达十年的合约 省得很不爽 1995年 谢霆锋立志踏上演艺道路 去往日本建修音乐 并且第一次在TVB的舞台上 唱了一首《真的爱你》 送给迪波拉作为母亲节的礼物 迪波拉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认为儿子是真的长大了 也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了 恰好在这一年 44岁的她 遇到了自己的挚爱 一个叫做江耀成的男人 对方比她小了整整十岁 长相帅气 还留着两撇胡子 江耀成见风韵油存的迪波拉 马上就去搭讪 在飞机上 他们擦出了火花 这一次迪波拉已经感觉到 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感 为了光明正大的和胡子哥在一起 她首先和谢贤提出了离婚 正式结束了16年的婚姻 不过离婚之后 她没有马上和江耀成 不属婚姻殿堂 似乎要等到某一个特定的时间 也可能是害怕对方是一个感情骗子 但是一天天的相处 改变了她的看法 她之前患有抑郁症 经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掉眼泪 江耀成害怕她想不开 放下所有的事情 整天陪伴着她 不开心的时候 对方也会哄她开心 有什么好事 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她 那份温暖 渐渐融化了她内心的冰山 2000年 两人结婚 有意思的是 婚礼那天 李波拉还邀请了前夫 并对谢贤说 你不同意 我不敢嫁 现场她挽着谢贤的手 走向江耀成 然后谢贤就像嫁女儿一样 很不舍得掉下了眼泪 不知道当时三人都在想什么 但是一定有人觉得 当时的江耀成 心里很不好受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因为之后媒体多次拍到 他们出去逛街 一般都是三人同行 李波拉忙都不可开交 一会儿来挽着谢贤的手 一会儿又和江耀成亲密一下 媒体笑称 他们是三公婆 但是他们根本不在乎 别人怎么想 反而十分享受这种状态 甚至在迪波拉亲吻谢贤的时候 江耀成就在一旁 小兮兮地看着 真是多伟大的爱啊 才能够如此洒波 而迪波拉的儿女们 生活也十分精彩 先是前生儿媳张伯芝 跟陈冠希的照片事件 让谢霆锋饱受委屈 去年谢霆锋跟王妃 赞叙前缘的消息 传得是沸沸扬扬 有告示的媒体 采访得波拉的感受 她淡然笑道 只要是儿子的决定 她都支持 就像她当年决定离婚时 谢霆锋的态度也是如此 只要妈妈真的开心 怎样都好 除了儿子的婚事很闹心 女儿谢霆锋也让她很操心 另外孙的亲爹究竟是谁 都不知道 但既然是女儿的决定 她也只能全力支持 在他们的故事中 作为普通人 看到的可能是混乱 是情感的不堪纠葛 但仔细回忆 其中的每一个人 都活得肆意洒脱 光明正大 感情之事 唯有身处其中的人 才能够感同身受 只要各自幸福 便是最好的人生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鱼姬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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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